Yahyo!大家好,我是喜歡 沒錯!又是背包戰爭 OK 我刀使 掃把 9塊嗎? 所以這樣剛好 其實這兩個如果兩件都沒打折的話 還蠻貴的 一般我 都是有打折才會買 好,這打不贏 差一點 香蕉 如果拿香蕉就幾乎要玩槌子了 幾乎啦 也沒有一定啦 全部都沒有打折起來蠻 令人困擾的 呵呵 牌喔 牌喔 牌OK,不過牌代表我必須 再拉一下 OK 打折 呃這是2到4 這是3到4 DPS DPS其實都一樣 不過我們多一個食物 所以就會痛一點 少一格 另外一個 可以考慮是這樣 喔應該是這樣 等一下等一下 應該是長這樣 應該還是會輸啦 應該還是會輸啦 我們會沒耐力 一樣沒有東西打折 OK 戀人 戀人 我現在就是發現牌前期其實還蠻不錯的 贏了嗎? 槌子喔 有一根香蕉玩槌子其實沒問題 1 2 3 4 5 格子理論上也夠 鎚子大概是現在最強的 最強的策略 欸這個要拿 這純錢罐是普通稀有毒 所以到後面純錢罐會越來越難拿到 所以通常如果你有鎚子加一個存錢罐的話 就幾乎一定要用啦 幾乎 哇塞 應該不會輸 很恐怖就是 OK 那這兩個就直接合起來了吧 我們其實還蠻想要兩根香蕉的 那應該不要了 那應該不要了 OK OK 1 2 3 4 所以這空間是不夠的 呵呵呵 空間理論上是不夠的 我們犧牲兩根香蕉的 10%效率 這牌我們現在應該只 比較想要拿 白眼青龍 剩下都還好 喔 或大火龍 死屍出現幾乎是20% 死屍的話就是白眼青龍 如果牌的話 耐力包 好 給白眼青龍非常好 白眼青龍就是我們要的 會給甲 然後還會給冰 所以會讓遊戲 繼續進行下去 這個打折的皮之護甲也蠻好的 我目前沒有格子 哇他已經有龍蛋了 跟英雄常見跟英雄者之間 哇 我贏了 所以他如果沒有買那個龍蛋的話 我們大概一定會輸 哇 這超好欸 這也很好 不過這現在還不大好 呵呵呵 哇我想一下 我們可以買霹靂腰包了 這也是沒有辦法多上一個 對齁 不然就要上在這裡之類的 這樣感覺或許還比較好 ok 這帶也不拿了 我們就拿藍莓 有點尷尬 呵呵呵 我想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這樣子這個還合不起來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所以勢必是這樣 這牌的狀況也不是很理想 這牌的狀況也不是很理想 對齁 鋸齒劍 炸裂 可惜 魔劍是 這個很好 像是多一點點錢 這牌人 我們應該是需要格子的吧 確認一下是不是真的需要格子 魔劍是其實也buff到 buff得到這個戀人 只是戀人被buff到的話 其實 頭還是很痛 因為 變成你要犧牲一些其他東西 不是沒有人想要buff戀人嗎 呵呵 就戀人也可以吃魔劍獅的東西 這是11 其實多一塊而已喔 差一塊 很快 我們應該是需要這個四格的 這點應該就mai ok 這樣就解放蠻多的 ok go go 就直接有這個腐化水晶 來幫我們鏟更多甲 其實非常強 ok 豬豬跟這個是必拿 拿 OK 普通止水晶不拿 剩這樣 如果遇到龍蛋的話我其實蠻想要敷龍蛋的 對面這邊其實有一個很經典的錯誤 就是把這個這麼強的黃寶石插在槌子上面 導致它的耐力其實蠻常不夠用的 尤其是只有一根香蕉 OK龍蛋我們必抓 因為我們這個流派如果是 匕首然後就匕首匕首一堆匕首的話 其實我們會被反甲打死 所以這個流派其實是需要一些遠程的 那比較爛的遠程是石頭 就石頭袋加石頭 然後遺跡石的話還蠻強的 遺跡石的話石頭袋其實是可以用的 那假設 這藍莓帶也要抓 那最 一個蠻好的其實就是這個紅寶石彈 因為我們現在也有卡牌 所以 其實會剛好可以順便養一下我們的 養一下 就這個敷出來之後還可以再合成 假設我們拿到 大火龍的話 呃...這要想一下到底怎麼擺 呃...這有點頭痛欸 其實好像就... 這好像沒有辦法碰到兩個 然後這個蘑菇也差不多該賣了 因為...它跟我們整個流派其實完全不搭 然後...它做事情有點不夠多啦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 蘑菇直接賣了買這個硬化魔藥 其實應該是比較強的 好像說服我自己了 有點說服我自己 對啊 一秒被自己說服 呃... OK 就這硬化魔藥其實也沒有到最好啦 可是主要是... 當然它會給我們更多血量 可是如果對手有一些穿甲啊 穿甲的東西的話 我們其實就還是會害怕 OK OK 喔...這很好 這也是必賣 火龍boy 呃... 這塊10%其實不錯喔 這樣騎的時候應該更好 稍微優化一下 呵呵 飢餓之劍 勇者之劍 就這...我們這樣勝利的方法 其實就是靠這些... 這些兵啊 這邊兵其實非常厲害 嗨... OK 這邊其實直接就碰到了 呃... 我想想看啊 這個有點浪費空間 這樣子擺的話 其實有點浪費空間 感覺很難擺得很理想耶 呵呵呵 感覺很難擺得很理想耶 呵呵呵 這牌問題真的是... 真的超大...哈哈... 整體還有很多空格 齁... 就排一旁... 應該不一定一定要這樣擺 欸... 嗯... 這大佬怎麼擺好呢? 這邊兩格也沒有意義啊... 呃... 那... 那... 這真的超難擺 好啦好啦 我們... 妥協 讓我妥協一下 OK 我們還有七塊錢沒有花 其實這樣慘魔力應該已經夠了 縱離 我們應該是拿空間然後我們就可以 不用妥協了 對啊 OK 所以好消息是下一輪這個會長大 然後就會... 然後就會... 哇... 成型也太快了吧 這是... 超級無敵流 然後他其實只能... 只能... 只能打幾秒而已 因為這其實消耗太多耐力 呵呵呵 那... 這個是給... 他一開始會給智芒 他會給消耗三層... 那個... 呃... 治療來獲得六層智芒 只持續五秒而已 不過因為是有三把劍 然後... 這個又會給... 旁邊沒有一個神聖物品 就給... 兩層那個... 回復 所以... 他一開始會有... 不少回復 他需要多少 他需要九層回復啦 然後這個會給六層回復 然後這邊有... 第七層回復 所以他消耗兩層回復之後 呃... 會給我很多很多很多智芒 十六... 十二層智芒吧 然後沒有一層智芒的話 他額外造成一點傷害 所以他們會多十二點傷害 然後再加上暴擊 所以... 他就會打...打超痛 不過因為他只能揮幾下 因為他揮... 揮一下之後他理論上就沒有那個... 你可以看到這60%暴擊 90%暴擊...90%暴擊 那揮幾下之後其實他會沒有耐力啦 所以他這邊還有耐力藥水 哇他竟然已經完全成型了 超猛 超猛 成型速度太快 受不了啊 藍寶石 藍寶石 黃寶石 想想看這要怎麼分配比較好 這樣子嗎 呃... 這是護甲拿不了啊 呵呵呵 我需要拿這個浮化水晶 還蠻確定的 只是要怎麼拿而已 先這樣拿吧 先這樣拿吧 這個我們應該要留 智瑪我們大概也應該要留 OK 有大龍應該會好一點吧 剛剛那家也太強了一點 呵呵 給更多龍 哇還有藍寶石 運氣還不錯 呃...我們應該要這兩個 這兩個17塊 然後我們格子也不夠 呵呵呵 呵呵呵 絕世實之後 把硬化魔藥給賣掉了 OK 又到了大家最喜歡的時間了 就是想辦法把這些牌給放進來 呵呵呵 呵呵 想辦法把這些牌放到我們的背包裡面 這根本就不科學啊 OMG 知道怎麼放 這到底要怎麼放 OK 還是這些擺在這啊 怎麼感覺好像比較好一點 呵呵呵 我完全沒錢了嗎 OK 像這樣 四個七眼白龍 藍寶石 帶滿帶好 藍寶石 藍寶石跟腐化水晶也很搭 因為會給很多假 他有兩本書喔 只有一本書 還是打贏了 可以大火龍 打折火龍跟空間都是很好的東西 啊 快樂的時光 我的天啊 太快樂了吧 有點受不了 OK 所以這可以擺在這裡 或這裡 OK 所以順便再加速我另一條火龍 我們想要藍寶石 紙 紙盲 獵人不需要 紙水晶不需要 鞋子 這個滿歡迎的 然後我們應該可以 把香蕉擺得好一點 鞋子其實也不錯喔 鞋子其實也不錯喔 OK 先這樣 OMG 鞋子光劍 不要的 炸裂 炸裂 兩下就炸了 OH NO 我覺得光之初可能都沒有辦法阻止他 有點恐怖 劣質黃寶石 那應該是下人最強對不對 我不知道怎麼辦 喔我可以拿這個齁 這大概是解決之道 減少初期傷害 抵抗暴擊 大概這個真的是解決之道 OK 下一個問題 要怎麼合這個 劣質黃寶石 犧牲藍莓百味嗎 老天啊 OK 這樣 稍微再油畫一下啊 OMG 加油 今天認頭盔 今天認頭盔其實跟我們的bill好像蠻搭的 真是一個奇怪的想法 因為我們三秒後其實蠻有可能可以 可以觸發光之書的 我們搞不好可以讓一個盾牌休息 可以 血色護符 第二顆龍蛋 來不及敷了我們只剩兩回合了 呵呵有點可惜 其實我們應該不需要不想要更多牌的才對 想要空間 喔藍寶石很好 還有打折 簡直無法拒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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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痾 痾 這樣 這樣 怎樣 怎樣 呵呵呵 這個怎麼飛出來 這個怎麼飛出來 呵呵 欸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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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們還需要過來一格喔 我們還需要過來一格喔 這不是跟原先的擺位一樣嗎 Oh my god 這應該賣了吧 OK 我們真的還想要一個大火龍嗎 如果還有一個大火龍的話要怎麼擺啊 這個再往前一格喔 然後這樣 然後火龍擺這裡 其實可以喔 我應該不想犧牲我的 寶石們就是了 我真的要鎖這個打折火龍嗎 提供三層這個其實還蠻好的 搞不好火龍應該擺前面一點 因為 就是這個乘數其實還蠻不錯的 因為這個乘數會直接讓他 更快會開始暈人 所以我們應該犧牲大火龍傷害的感覺 嗯 我魔力其實也有點爆棚啊 生存兩輪 可以賣寶石盒 賣這兩個剛好差一塊 保留這個吧 OK 哇塞 一堆火龍 完美紅寶石 What the hell 紅寶石碎片 可以再生存一回合 OK OK 這三塊喔 我們有要完美紅寶石嗎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 下一個問題 我們有要這個東西嗎 呵呵呵 哈哈 老天啊 這個跟這個可以調換位置喔 可以啦 哇塞不行了 太多了 OK我要這個 石頭 喔這個其實也蠻好的 這個 這可以不要 這樣也只有八塊 我應該沒有辦法同時買這兩個吧 嘖 Oh my god 我可以只買這個就好啦 因為理論上這樣子應該擺得下 只不過頭會很痛而已 呵呵呵 呵呵呵 OK 類似這樣 然後 比如說這樣 這個順序到底應該怎麼弄啊 其實我覺得交叉是一個 不錯的想法 呵呵 因為兩個其實都還蠻好的 我要犧牲 我要犧牲兩層治療吧 這樣子 哇 這樣子 然後這個賣掉拿水晶 然後這個賣掉拿水晶 OK 大概是這樣 可能可以更好啦 可能可以更好啦 不過那樣子的話要打亂這邊 就要把這邊水果移到下面這邊來 然後假設這個可能要在這兒 然後一本書在這兒 所以 大概更不好 如果要拆大概更不好 就會變成說 這個可以過來 可是它是三格沒事做 我們就犧牲兩點治療吧 OK 它超空的耶 匕首流 喔 我們有點加速太 看一下 喔還蠻喜歡這個交叉的 大火龍跟白眼青龍交叉 我覺得非常的nice耶 主要是因為有這個巨龍啦 所以這個直接 給狂熱其實非常的好 因為 疊到10層狂熱之後 這個紅暴石巨龍會直接有30% 機率直接把別人暈爛 那我們拿這個頭盔是為了對抗那個光 光劍流 光劍流其實非常的噁心 不過只有遊俠能玩 因為光劍流需要暴擊 呵呵 就我們的暴擊是要用詛咒匕首慢慢疊的啦 所以 一般來說不會那麼快 嗯 所以最後你可以看到這冷卻是1秒多 這冷卻還是有2秒 這冷卻也是2秒 這冷卻是1.85秒 所以龍的確是最快的 一方面也是因為我放了一個 黃寶石在它上面 然後 主要給它這麼多速度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會給這個狂熱 然後 這狂熱暈眩其實大概更好 其實說實在 搞不好有第二條龍的話 垂直有機會可以直接賣掉 然後 然後譬如說換成 黑暗劍之類的 搞不好其實更好 因為我們的 暈眩來源幾乎一定是它 而且垂直在這麼多 那個狂熱的下面 其實我們根本就撐不起垂直的耐力 所以有機會我們其實可能可以把垂直跟橡膠都賣掉 就是我們可以完全是一個0耐力的流派 或是更低耐力的流派 因為我們現在 每秒耐力消耐其實是蠻高的 你看到是1.6秒 每秒要消耐1.6 就是理論上我們這耐力是撐不起來的 尤其是如果說維持更長的話 那個 更長的話就會 呃 這個 你看這個1. 就遊戲進行更久的話 這個耐力其實根本就維持不上 像這個耐力是1.9 每秒 就是你1秒會消耗2點耐力 其實還蠻不可學的 OK 等一下這個槌 對面的UI是bug 好像也沒有 為什麼它耐力消耗這麼高 喔因為它有吸血手套 OK 然後我們 我們給它一大堆冰其實也很好 因為 這樣子我們詛咒匕首就會 詛咒匕首這個buff就會越快上下 因為多給冰 然後 一方面就敵方減速我們加速啊 冰跟狂熱 然後 多給冰我們也會有 它就更多層debuff 那我們的暴擊率跟命中率也都上升 你可以看到這命中率是100% 這都命中率全部都100% 因為這個詛咒匕首效果 然後你看它這個槌子其實 雖然它也有buff到 可是這個命中率就只有其實7% 因為我們身上debuff比較少 是嗎 我猜是因為我們身上debuff比較少 那44層 42層debuff 然後它有 50幾喔 快60 沒有 36加16 其實也多幾層而已喔 為什麼它的命中率這麼低 喔因為它有致盲 因為它有致盲 我們的致盲是誰給的啊 我知道我有沙子 喔純粹就是這個 屬獸匕首敲出來的喔 因為攻速超快 它這個冷卻是3.9秒 然後我們的冷卻是1.78秒 直接差了兩倍有餘喔 然後這就是狂熱跟冰的差距啦 所以我們這個基本上就是完全在玩狂熱跟冰 狂熱讓我們速度變超快 然後冰讓我們速度變超慢 所以這 東西的速度差就整個拉出來 所以有這個龍彈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這隻龍其實給了我們非常多狂熱 然後也是因為有這隻龍 我們才會把大火龍往前擺 因為提前累積到10層 狂熱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有10層狂熱之後 它只有30%機率 暈眩敵人0.5秒 然後暈眩敵人之後 其實這兩個匕首就會敲它 所以就會讓他們有更多的debuff 然後也會打更多傷害 所以這就是這個流派為什麼很不錯的原因 然後我們當然這個東西還會消debuff啦 主要是因為這個東西有在打折啦 不然我一般是不會買 沒有打折幾乎不會買的啦 OK GG